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Automate,歡迎回來方舟生存經歐 今天呢,我們來介紹這款超級盡量的模組吧 這個模組呢,就是帝王迅猛龍,封面都給你們看過了 那這隻迅猛龍呢,是由神秘之謎模組開發出來的 那其實早在這個電影的侏羅紀公園3 這個帝王迅猛龍出來之後呢,陸續方舟有很多相關的模組出現 就是相關的帝王迅猛龍模組 但是呢,由於就是 老頭也是有去找啦,由於就是找不到 所以說老頭就沒有拿出來拍 也找不到這個開發者是誰 有去翻以前的那個工作坊,看有沒有就真的找不到 不過呢,這一次終於有獨立開發出來了 而且這隻的開發會不會跟之前的帝王暴龍相似呢 我們待會就敬請期待一下 對了,講到這個 我覺得我還是先穿上褲子好了 好,不要問我為什麼要穿褲子 我現在就想穿褲子,不要阻止我 這要34個鐵 沒有鐵我怎麼穿褲子 等我一下,我覺得我一定要穿褲子 我真的要穿褲子啊,好不好 我真的想要穿一件褲子,等我一下 來來來來,逼不得已,林北穿一下褲子 等我穿上了我們再繼續開始遊戲 不然的話呢,有人會被靠腰 在那邊叽叽歪歪 是不是 來來來 這裡有沒有鐵 好,沒有鐵被傷好 來 褲子 喔,終於有褲子了 好 太棒了太棒了 我們還是乖乖穿褲子好了啦 以免到時候起爭力吼 阿娃褲子底了,好 林北終於穿上褲子了,很棒 好,褲子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不管你是不是在玩遊戲 你一定要穿褲子 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我是說真的,一定要穿褲子 好不好 很恐怖的 我是說真的 好吧 那麼這個話 目前這個狀況 老頭是想要先來召喚 看看他是怎樣馴服的 這個會不會在野生出來 我就不曉得了 我也懶得找 那個時間緊湊 我就直接就是用指令召喚出來了 林北指令丟一隻出來 然後把他射暈看看好了 那邊有一隻霸王龍 不要理他 來我來看一下 他這邊已經給代碼了 那他這邊有分野生的代碼 跟以馴服的代碼 還有代碼安 來 我先造一隻出來 啊怎麼沒有出來 哥哥啊 哈哈哈哈 奇怪,我有裝啊 算了 ACM 自然就會有了 是不是 你看 這邊就直接一隻給你了 哇 還有專屬 icon 寂寞 喔 喔喔喔喔 那這什麼 材料 欸 為什麼會有兩種啊 陸地的 啊這是什麼 這隻又是什麼意思 怎麼會有兩種 帝王迅猛龍 沒關係 我們先把鵝叫出來 那他的鵝長這樣子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隻野生的是長什麼樣子好了 好不好 我出來 欸 他這個是直接造型 使用 欸 直接生一個小寶寶出來 What the hell 我沒有時間照顧你欸 不好意思喔 喔 原來如此喔 遜猛龍這些材料 收集一百個元素 可以直接生產一隻 所以說 意思是說他不能野生馴服 他要從 BABY開始養起 是不是 如果不行的話 那真的驗證了 就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們現在呢 來召喚一隻 真正的 陸地上的霸主 有沒有 陸地上的霸主 希望他不要把我咬死 拜託 求你了 欸 欸 為什麼 我已經按了 召喚了 難道說他這個還沒做出來喔 哪裡 有有有有有有 這也太小隻了吧 不太對喔 野生嬰兒 他召喚出來是直接從BABY開始養起喔 他跑步好好笑喔 然後也射不暈 哇 我要真的從BABY開始養起 而且打不死他欸 他沒有血量欸 有沒有血量啊 欸有欸 可是他血太多 哇 一隻麻醉射不暈 我的帝王迅猛龍沒有這麼小一隻阿 第二隻了 欸他的看麻醉超強的欸 果然是陸地上的霸主阿 居然我超級麻醉至少要射三四隻 才有辦法馴服他 好他又暈倒了 我看一下 欸果然是這樣開始馴養欸 這傢伙應該是大腿肉吧 可是應該他的暈眷值667 我射了四箭欸 他是抗性很高是不是阿 有點猛欸這個 欸我沒有大腿肉喔 欸有有有 阿一顆就起來了 哇阿就起來了 我還是要等他長大阿 怎麼辦 寂寞麻煩 好啦我覺得先把這隻弄掉好了 嫩 哇 哇靠你死掉就死掉 你這樣嚇死誰阿 你太可怕了吧 吹起來 我們去養那隻好了阿 我們又訓養那隻白色的 非常好 欸為什麼一次兩隻 哇雙胞胎喔 好我們就養三隻好了阿 那我稍微重開一下 然後 讓他們快速長大齁 我們這邊有快速長大裝置 這是必須的 好啦 我們終於調整完畢了喔 然後呢 長超快的 哈哈哈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立馬長大變成大哥了 大哥級的 而且不需要按直接騎乘欸 欸他為什麼不需要按 那這樣子 就是他這邊所提供的是什麼意思阿 他如果不需要按 他這邊所提供的這個按 用意是什麼 強化自身嗎 我們來弄一個出來看一下好了 欸不是這個啦 不是這個啦 按在哪裡阿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這個team召喚出來的 是怎樣一個模式 欸這個指令也是壞掉的欸 這指令也是壞掉的欸 欸為什麼我有四隻阿 我也太多隻了吧 哇 呵呵呵 再一隻 有啦他會自己生出來阿 哇你看瞬間長大 哈哈哈哈 哇超屌的 欸這太多隻了 我有點不行 哇 啊為什麼這隻身上會發紅光 照理來講等級最高的才會發紅光阿 然後這隻發紅光是什麼意思 算不管了 喔 跑了跑了 喔 迅猛龍跳的姿勢 恭喜 咬的速度他媽超快 可以喔 右鍵是叫 西鍵有這個功能 已經發現獵物了 發現獵物了 哇那個模組的不會顯示出來 模組的不會顯示出來 自己同類的顏色是這種顏色阿 敵人的顏色是這樣子是不是 是有區別是不是 欸關不掉欸 開了之後沒辦法關欸 他等上面的CD 對 右上角按下去就是直接30秒沒辦法關掉 攻擊 咬超快 咬死了 AK10劍沒功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右鍵有什麼功能 哇靠整個畫面超級黑白 熱能感應裝置 右鍵 靠北阿 我的右鍵居然按到了 欸 對不起 我訓服了他 阿攻擊訓服了齁 再一次 勾擊敗勾幾敗 恩 怎麼沒反應 霸王龍來快點 單挑阿 來阿 來阿 阿你你 快把我過來喔 我剛抱你 咬 我咬我攻擊好低喔 我的攻擊怎麼可以那麼低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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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你要死你 恩 死咧 咬速度超快的耶 他咬的速度真的好快喔 右鍵真的沒什麼能力耶 右鍵沒能力 完了 跟帝王暴龍相比這個有點弱掉了 除了這個 可以看得到生物之外 這個比較適合拿來打PVP有沒有 有些人會穿吉利裝躲在草叢裡面 用這個馬上就一覽無遺了 有沒有 一覽無遺阿 咬死你咬死你 然後這招只是叫一下而已這樣子 有沒有 我覺得比帝王暴龍還要弱 真的 因為那個模組的帝王暴龍是可以直接用秒殺技秒殺敵人的 這一隻比較沒有辦法 有點可惜 不過攻擊速度快到是真的 我是希望他這之後更新可以多樣化一點啦 不要這麼單純 你看 你要不要再罵人有沒有 好他用幹把他幹死了 有沒有 就這樣子被罵到死掉 我覺得突然覺得好慚愧然後被罵到死掉這樣子 好 我的 我的剛訓服的那隻死掉了 哈哈哈哈 我又訓服的那隻死掉了 阿這樣子每一隻都能起 然後攻擊都一樣 這隻顏色還蠻好看的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一樣全部都可以熱能 通通都可以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帝王迅猛龍再見面了 拜拜 拜拜